我們在我們的行動結束之後 他們的這個新聞稿裡面 還是一樣重複 重複在談了 他前天記者會裡面的東西 並沒有真正去面對 50萬人上街之後的這個訴求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再一次呼籲馬總統 我們在這裡再一次呼籲馬總統 正視人民的聲音 聆聽人民的聲音 必須 清楚的聽見 我們四項訴求 我們要的是一個具體的承諾 而不是一個這個 華麗的延遲 那我們四項訴求 還是一樣不變 第一我們要求退回服貿 第二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第三召開公民憲政會議 第四我們呼籲朝野立委 與人民站在一起 支持我們的訴求 進行連署 這事實上訴求不變 很多朋友在關心說我們接下來下一步是什麼 昨天50萬人上街之後好像達到一個高潮 一個高峰結束之後好像這場運動 看起來好像有結束 但實際上不是 但是我們從今天開始 從今天開始 一樣持續在國會裡面 占領 抗爭 不會停止 我們會繼續守在國會裡面 不會離開 所以 未來這幾天 我們一樣 還是要很誠懇的呼籲馬總統 正視同學們的訴求 在他沒有正式具體的承諾之前 沒有真正提出善意要跟我們對話之前 我們不會離開 所以我們接下來一樣持續在國會裡面 在議場周遭的朋友 我們也呼籲大家持續堅守 因為只要放棄了議場 我們幾乎沒有任何的 談判的籌碼 所以我們不會放棄 絕對不會輕言放棄 所以接下來請大家持續加入我們的行動 昨天說的留下身旁七個朋友 輪班我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那個東西是背後是有一個理論基礎的 我之前不知道 真的 好 但是希望大家能夠說到做到 今天開始 場外的朋友 輪班休息 輪班來 國會周遭靜坐 那我們持續守住議場 大家可以發現說 其實這個只要我們人數一少 警方的人力就開始增加 那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能夠維持住 守住國會的這個人數 那我們繼續把這個力量集結在國會 好 大概是這樣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要問呢 針對那個恐嚇簡訊的事情 我覺得 因為我不想 我認為這件事情沒有必要擴大 那各方很多不同意見 可能有些是對我們非常不滿的 那有些是贊同我們 我想這都很正常 那 基本上 這件事情我覺得也沒有必要 太過放大去檢視它 我沒有收到這樣子的簡訊 對 這個部分我們目前不確定 因為還沒有真是做全體幹部的清查 所以還不確定到底有多少同學收到 今天沒有 昨天的情況是這樣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昨天 因為我們要從國會到凱道 距離非常遙遠 然後人潮非常多 所以我們昨天才會跟中正義分局協調 那請中正義分局幫忙協助我們從國會到凱道的這段路途的運送這樣 對 那所以其實實際上並不是國安單位 對 對 這部分 呃 因為我們 當然有很多朋友可能有收到類似各式各樣不同的簡訊 對 那我想 關於簡訊的事情我就回答到這裡 就是我不希望他 這個 大家過度去 去把焦點放在這上面 這不是運動的重點 對 對 個人的問題我就先不回應好不好 來 好 後來在那個記者會上 呃 我記得應該是李志德先生提問 馬總統回應是 馬總統回應是說 兩岸協議監督的法治化很有三種方式 他可能透過行政命令 他可能透過行政命令 那 可能只是一個 呃 可能是專法 那也有可能只是一個 呃 這個 草 應該怎麼說 一個基本的程序這樣 對 那 但是我覺得 他這三點到底他是要做專法 他是要 他是要訂立一套專法 還是要訂立一個 還是要只是讓這個兩岸協議進入條例變成一個行政命令 他這部分他都沒有說得很清楚 對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他能夠具體承諾我們他到底是要做什麼 那我們這方面的要求是希望能夠建立一套專法 對 我想我們一直都保持開放的態度 那如果說馬總統願意討論的話 我們也都很歡迎跟他討論 我覺得這個問題我回答過很多次 就是說 我們實際上還在等的是說 我們認為 呃 馬總統現在沒有釋出善意 是因為他很清楚他沒有把黨紀鬆綁 他還在用黨紀操控他黨籍的立委 但其實我們很清楚這個板子已經在這邊非常久了 將近 有到一個禮拜了 對 這板子放在這邊已經非常久了 但我們沒有接到任何一個國民黨的這個 黨籍的委員 來簽署承諾 我們知道私底下有一些委員 他們其實願意支持我們的訴求 但是他們沒辦法 因為黨紀在背後 我們在面對的事並不只是馬總統 同時也是馬主席 對 馬總統在他總統的高度上面 他應該要尊重國會 這沒有錯 但是他作為黨主席的時候 他卻用黨主席的身份去約束他黨籍的立委 這是事實 好 那所以我覺得 呃 他具體釋出善意的最好的方式就是 把黨籍的這個壓力鬆綁 不要再用他黨籍去操控他黨籍的立委 對 實踐的能力 而且能夠把這些實踐的能力怎麼樣 化為這個 關於選議的制度 不斷的累積怎麼樣 我們對台灣未來的想像 還有 我們自理台灣未來改的能力 在這一點方面 其實讓我覺得很感動 想想看 政府透過媒體 好那這部分我們可能等一下 看過記者會內容之後 跟他詳細新聞稿 我們再來做回應 好 沒有沒有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我沒有這麼說 那我意思說 以他黨主席的身份很清楚了 他對黨籍壓迫這個黨籍的立委 這件事情他可以有所調整 對 他也可以有所調整 因為現在國民黨的委員 面臨到的處境是 他必須要服從一個9%的總統的 這個黨籍的意志 那 但是對60幾% 反對服貌的這樣子的名義 他沒有辦法回應 那我覺得現在是這些國民黨委員 他們面臨到的兩難 但是9%跟60幾%之間 他們到底要怎麼選擇 那我覺得是因為 現在的這個黨籍的問題 在背後前置住他們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選擇 跟人民站在一起 因為我們實際上我們知道有些委員是願意支持 但他們沒辦法 而且他們現在也不方便公開地說 對 對 那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的話 那我們今天記得會先到這個地方 好 不好意思 好 就是我們聽到學運的總指揮林飛凡 他最新的談話